骑机车开车是台南人最主要的交通方式 但老旧车辆排除高浓度的废气 也导致南台湾的空气一片灰蒙蒙 随着中央空气污染防治法通过 台南市府跟上脚步对抗移动污染源 未来的空平围户区的周边 我们会安排警察人力 针对车辆的排烟的状况 做目测排烟 状况不好的车辆 再到我们的动力机去做检测 冒举规划会有三到六个月的 示范宣导期 田南化社空品维护区 锁定最多柴油车出入的工业区 限制高污染车辆如一二期的 大型柴油车 未加装滤烟气 之三期的大型柴油车 与二型乘机车进入 为者最高可处五百到六万元的罚还 一般人的话 你这样救车的话 可能比较吃力 你要拦才去拦 那个 防保应该有那种规格 那种浓度 黑暗浓度的 是有一个空污的环境问题 但是 这个一些车的比较老 人家都没有这个情形 一旦新车 一个困扣来 财力问题 都不是说要换来换来换来 民众最担心的钱 田南市府也有应对措施 针对二型乘机车 退救补助 107年最高2000元 108年500元 109年起则不再补助 财油车部分 88年6月30日 以前出厂的 一二期大型柴油车 淘汰报废依不同的 旗别车型可申请 5至40万元的补助 三期大型柴油车 加装滤烟气 也可申请7万到15万元的补助 就是要多管 旗下向乌贼车说再见 找回蓝天 欢迎讯上 陈妍卫 张元春 台南报道